大家好 红掌只要散射光充足 都可以让它养得很好 所以有很多花友都会把它放到室内来养 而且它的装饰性效果比较强 那么 我们在室内养护 想要它开花多 必须要把它的根养强壮 要把它的根 养强壮起来 就必须要给它多加一点 有机肥 比如说农家肥 积粪粪粪的 但是有些花友可能会觉得 比较 容易遭有一些续菌 容易产生气味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机质 还有微生物 既可以保证红掌根系生长的同时 又可以改良这个土壤 让它的土壤疏松透气 让它的根系更好的舒展开来 这样就可以 让它的根变得强壮了 那么这种微生物有机肥的话 它没有任何的异味 而且使用起来也方便简单 我们在这个盆的表面撒上 一层 然后把它盖起来 大概 7天 或者是10天 给它使用一次这种零层的金甲 来促进它 和花雅分化 让它开花更多 这样就能在室内 很好地把这个红掌 养得开花多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